深夜十点陪你读书 亲爱的小伙伴们 晚上好 这里是十点读书 我是珊珊 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文章是 我劝你少在网上看这四种东西 2022年移动状态报告里显示 截至2021年12月 中国网民人均每周上网时长为 28.5个小时 如果换算到每天 那就是日均4.07个小时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互联网成了很多人生活中 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信息发达 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的便捷 但同时呢 也带来了危机 各种各样的信息流 每天都在冲刷着人们的大脑 很多时候 人们都是根据自己的兴趣 去选择看的东西 却常常忽略了对信息本身价值的判断 风扬起的方向决定了一个人行走的快慢 你看的东西决定了你的未来生活 网上这四种东西 我劝你少看 首先是少看碎片化知识 看过一个帖子 博主说他经常通过刷微博 短视频 知乎等平台 看东西 学知识 但他觉得自己所学到的东西都是碎片化的内容 博主意识到这样不好 却又说不出来哪里不好 博主问 只看一些碎片化的知识 它的弊端是什么呢 评论区里有个高赞回答 说长期看碎片化的知识 最大的坏处是 降低我们自己的思维能力 碎片化知识是别人将复杂的事物 简单化了之后 讲出来的一个表面结果 一种不用思考 就能获得认知的方式 但这种简单的被投喂的学习方法 忽略了学习的内核 思考事物背后的复杂原理 长期依赖于这种学习方式的人 到最后呢 就会像心理学里的花盆效应 习惯于某一种舒适的环境 慢慢地被消磨掉深度思考的能力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我们在网上会看到 各种碎片化的干货知识 貌似我们看了之后 就能够对各种事物都会有所了解 但当我们真正面对一件事物时 却很难说出子丑银毛来 这正验证了爱因斯坦说的那句话 未经思考的知识不是知识 知识和成长是不能速成的 它需要一页一页纸地翻阅 一本一本书的积累 一个又一个问题的思考 书本的厚度决定了思考的深度 时间的长度沉淀出知识的广度 少看成功学内容 第二是少看成功学内容 你知道公众号发出来的文章 完整的阅读率是多少吗 两年前有人统计过 这个数字大概是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五十 现在可能更少 时代的飞速发展 让世间人少了很多耐心 从前的日色变得慢 有些状态好像真的被留在了从前 当下的人脚步匆忙 生活慌张 看电视享用倍速 成功享用光速 于是各种成功学便应运而生 小白编大咖的秘籍 涨粉的秘籍 赚钱的秘籍 很多看客们对这些内容都是趋之若鹜 但全都照做了 就真的能够立马编大咖 涨粉赚钱吗 其实不然 就像《拆掉思维里的墙》 这本书里所说的 没有人的成功可以复制 成功不是简简单单的几部曲 它是由很多因素组成的复杂乐章 知道了Doremi Fa Solasi 终归很难演奏出美妙的乐曲 弗兰西斯·培根曾经说过 人生如同道路 最近的捷径通常是最坏的路 人生没有捷径 成功也没有捷径 不要把手段当成结果 踏踏实实地听该听的课 看该看的书 做该做的事 只有足够努力 才能够一步步靠近目标 第三是 少看垃圾快乐 什么是垃圾快乐呢 能够让人获得短期的快乐 而且容易成瘾的事物 比如肥皂剧 短视频 游戏 我常常会有这样的情况 看书看烦了 就想着刷两分钟短视频 放松一下 结果一不小心就刷了一个小时 而且还是欲罢不能 午休吃饭的时候 本来预备只看一会儿电视剧 娱乐一下 结果呢 原本十二点半就能够结束的午餐 硬生生被拖到一点半 生活的乏味 让我们常常惦记着网络的有趣 却不知垃圾快乐 正在偷走我们的时间 让我们的生活一点点被杀死 心理学里有一个现象 叫反馈效应 指的是参与者 及时收到活动结果 能够强化他们的活动动机 促进他们更加积极地参与活动 垃圾快乐的东西 往往都有急速的反馈功能 短视频三秒一个向量 肥皂剧一级一个高潮 打游戏一举一次成效 快感的刺激 让人越看越起劲 越玩越想玩 但这些东西无论你玩多久 对现实生活中的你 都是毫无益处 有的只是 关了手机之后的空虚和寂寞 社会学家巴巴拉·艾伦瑞克 前进研究八年之后发现 越失败的人 越是会用一种消耗型的方式 来寻求快乐 越成功的人呢 越是会用一种补充型的方式 来寻求快乐 少看垃圾快乐的东西 把时间用在那些 信一寸生活就有一寸欢喜的事情上 比如记忆训练 书籍阅读 锻炼身体 陪伴家人 第四是 少看别人的融化富贵 网上看到一个问题 为什么感觉身边的每个人 过得都比我好呢 底下有一个高赞回答 因为你看了别人的朋友圈 经常上网的人 都会发现一个现象 网络上高颜值 能赚钱生活精致的人 满天飞 他们的人生井井有条 工作顺风顺水 温暖的家庭 可心的恋人 每天吃吃喝喝 买买穿穿 简简单单的就把日子给过好了 反观自己的生活呢 上班身心疲惫 下班柴米油盐 孩子永远不听话 挣钱永远不够花 一不小心就陷入到了 自己的生活处处不如意的坑里 其实呀 哪有完美的生活呀 生活往往都是 鲜花并存着泥泞 人生万象 恶有悲欢 你看到的只是 别人想让你看到的部分 少看别人的荣华富贵 多关注自己的生活 别让他人的快乐 影响了自己的心情 也别为了他处的风景 改变了自己的位置 不看 不比较 在自己的节奏里 安然过生活 余生才能够欢喜长随 快乐长伴 王小波说 生活就像一道选择题 你要学会选择 而不是被选择 日子有点苦 想在网上找点填 这本没有问题 但是网络有时候是解药 有时候呢 也可能是毒药 控制你接触到的信息 确保它能够为你的生活 锦上添花 而不是雪上加霜 互联网中的世界再精彩 也只是世界的抑郁 以及躲在信息检房里 等着被信息驯服 不如自己去寻找世界的 万种光芒 好了 小伙伴们 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珊珊 在这样一个美好的夜晚 祝大家晚安 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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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